好,各位同学大家好 我们看到范例2 这个问题它说在定温下800度C的时候 在这个体积不变定容 这个容器中 然后置入760毫米拱柱的氢气 以及600毫米拱柱的氧化氮两种气体 然后反应5分钟后 那容器内的总压力是这样 那它的反应是如上方这个 好,所以在这段时间内 它问氮气的生成速率为多少毫米拱柱每一分钟 好,所以我们一样把方程式再超一次 氢气加上氧化氮 产生水蒸气 因为在很高温的状况下 然后加上氮气 好,这个也是一个去除氧化氮的方式 好,那一开始它放入760毫米拱柱的氢气 跟600毫米拱柱的氧化氮 好,那经过5分钟的反应 那因为我们不知道它消耗多少 所以我假设氢气是消耗掉2x 好,因为按照西数比去消耗跟生成 好,所以这个时候氧化氮也会消耗掉2x毫米拱柱 那水蒸气的话会产生2x毫米拱柱 那氮气的部分就会增加x毫米拱柱 好,所以最后结果 氢气的部分是760减掉2x 那氧化氮的部分是600减掉2x 水蒸气的部分增加2x 氮气增加x 好,所以它说容器内 因为它定容嘛,所以体积不变 那压力变为1330毫米拱柱 好,所以我们就可以去计算x等于多少 就是760减掉2x 加上600减掉2x 加上2x加x会等于1330 好,那计算出来的结果x会等于30毫米拱柱 好,也就是说氮气在这5分钟之内 好,因为氮气是增加x 所以它增加了30毫米拱柱 好,那是在5分钟之内所发生的 所以平均生成数率为6毫米拱柱 每分钟 好,所以答案选择的是B 好,这个案例就这个样子 优优独播剧场—— Ooo 浑将来公共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